蔡政府昨年10月提出公私法全面修法 宏基创办人施政荣今天应邀以视讯的方式 出席立法院的公听会 施政荣认为公私法修法应该扭转过去 高度管制执重防披的游戏规则 应该让立法从宽并执法从严 好跟上产业变革的脚步 政府推动公私法全面修法 立法院会期最后一天经委会举行公听会 宏基创办人施政荣视讯线上开讲 施政荣认为公私法修法方向应该使心力大于防披 但现行委托出制度乱象重生 业界学者看法不同也引起讨论 有很多公司像大型的 尤其高科技很多公司 他们的股权都是非常的分散 实际上是有需要透过委托书的征求 那纪念品提供一些诱因有它的必要性 不过包括大同董事经营权案 张银经历十年的董事争夺 市场频频出现委托书价码一喊再喊 小股东沦为经营权争夺工具 还有董事候选人制度衍生求援兼裁判问题 我们大街小巷有步骑 然后纪念品换委托书 这个本身就是一种买票嘛 不看绩效只看纪念品 这些乱象不仅扭曲了股东 亲身参与公司治理的良善目的 更有甚至黑道或者是没有企业责任的 投资人可以征求委托书 形成的所谓的假名义 经济部日前提出四大修法方向 包括引进公司秘书制度 还有电子异化平台 托保中心董事长邱青廷认为 只有落实重罚才能遏止歪风 公司法修法涉及多达三百条 立委高志鹏表示 立院临时会依旧可召开委员会进行处理 目前相关修法草案尚未送入行政院 也可能成为下汇棋修法重点 新大街市胡宗海沈未童 台湾台北报道 西 Kö 订阅